嗨大家好,我是Waze 今天想分享如何解决追剧的烦恼 在线上追剧的时候,突然间出现转转转的画面 今天就来分享解决这四季最大的问题 这方法只适用在安卓的手机 首先我们打开我们电话 然后打开Press 商店 如果没有Press 商店也可以用浏览器来搜查 游戏浏览器 并且下载后安装 游戏浏览器我已经下载好了 所以我只要打开 这里我会演示游戏浏览器强大的加速功能 我点击还没看过的海贼王 大家注意右边的火箭图形 只要点击它,视频就有加速的功能 在这视频走不到20秒的时间 缓存已经走到了18% 所以利用游戏浏览器我们就可以顺顺看我们所有的片子 接下来分享如何下载线上的影片 首先把影片的缓存先下载下来 花了一些时间 海贼王即将下载好了 我就把之前下载好的先删除掉它 好的已经完成了 然后回到主界面打开Press 商店 如果没有Press 商店就用浏览器来寻找 Media Convoter 然后打开 转码出来的影片会去到很难寻找的位置 所以我们要去到设置 修改转码后影片的地方 这里我已经设置好了 我创建了一个video的文件档 只要转码后的影片都会到这里来 设置好了,回到Media Convoter的主界面 找到游戏浏览器下载的缓存 然后打开它 就能看到你刚刚下载好的缓存影片 点击缓存影片 选择Convoto MP4 就开始转码啦 好,我先删除我旧的影片先 转码的过程中尽量不要让屏幕熄灭 也不要使用这个电话 避免转码过程中会失败 失败后你要重新转码了 花了一点之间 影片已经转码成功了 那我现在打开给大家看 如果这个影片帮到你的话 记得点赞,关注,分享 谢谢你的收看,拜拜